阿米 爱的文明 作者 恩里克·巴里奥斯 翻译 赵德明 第七章 秘密警察总部 下集 我紧张极了 就像误入鸡笼的蟑螂 担心会被吃掉 阿米下令道 走快点 要摆出怒气冲冲的样子 因为走廊上有摄影机 监视人员盯着屏幕呢 哦 对 不 我是说 是 长官 经过一道岗哨的时候 警卫喊道 站起 阿米回答 高高飘扬 这一次他的声音 比通客本人还要气势逼人 因为他已经寄取了教训 上哪里去 去看徽章案的犯人 去吧 我松了一口气 阿米成功地化险为夷 可是他又能够伪装多久 而不被识破呢 看来 老板一辈子第一次洗了澡 阿米和两位警察走过后 港少警卫对另外一名警卫 开玩笑说道 显然是这样 因为这次他没有留下浓浓的香味 两个警卫怯笑起来 他们显然没有起疑心 让我松了一口气 接着 前方出现了一部电梯 他们三人走了进去 虽然电梯门关了 我仍然可以看见内部的情况 站起 扬声器里传出通关秘密 高高飘扬 阿米很有信心地喊道 通过 后来我才知道 如果口令错误 电梯就会直接把他们送到 全副武装的调查员那里 接受非常严格的盘查 阿米看看那两位特里警察 他们一方面用崇拜的目光注视着他 一方面又极力掩饰心中的崇敬之情 然后直指电梯上的键扭盘 一名警察立即上前按了一个键扭 电梯向秘密警察总部 最隐蔽铜墙铁壁的地下室降落 消失在我的视线之外 我一面望着屏幕 一面祈祷一切顺利 然而时间一分钟 一分钟都过去了 始终没有阿米的消息 只看到不时有警察 从电梯里进进出出 这时我最不愿见到的事情发生了 刺耳的警报声传遍了整个秘密警察局大楼 大批武装人员蜂拥到电梯门前 甚至连通客本人也赶来了 他一面等着电梯门打开 一面怒吼着 因为这是总部第一次被外人入侵 这些畜生把电梯锁死了 第一连从楼梯下去 片刻后 一名士兵回来报告说 敌人也锁住了楼梯的大门 那就炸开 市长官 情况十分危急 甚至传出爆炸声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电梯的门开了 向外射出一片蓝光 接着 有成千上万个小小的金色火星 沿着走廊散开 使得在场的五十多个全副武装的特里人 包括通客本人 都因此受到爱心的启发 随后 阿米出现了 接着是哥罗 克罗卡 还有 吻卡 他满面笑容地走出电梯 在这个时候 甚至连通客本人 都想在阿米的手背上 线上一个吻 当然 哥罗他们一行人 也受到光束的影响 这时 我启动了黄色光柱 让阿米他们登上飞船 而那五十多个长毛特里人 温馨的像羊羔 他们各个激动地热泪盈眶 虔诚地目送四人 在光柱中飞升 彼得罗 按一下变形键 阿米带着四人 平安进入了飞船 我按下按钮 阿米又恢复了本来面貌 我上前拥抱文卡 他以崇拜的目光看着我 而哥罗和克罗卡 也十分仰慕地注视着阿米 感谢上天 结果顺利 阿米向哥罗 克罗卡和文卡射出绿色光束 三人随即恢复正常的心理状态 文卡想起在秘密警察局所受的委屈 激动地啜起起来 哥罗也重拾火爆脾气 那些可恶的走狗 流氓 畜生 混蛋 野兽 可以想见一定是警察对他施加暴力了 忘记那些人吧 阿米挽着他的胳膊劝他 你已经安全了 他们在我的身上通上了电流 我真想宰了他们 幸亏你及时得救 因为刚开始他们的手法都会比较和缓 但是之后就会变得非常强硬 还好他们来不及考打文卡和克罗卡 真没想到这群畜生这么残忍 哥罗 我也没想到他们会对你这么残忍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 已经回不了家了 克罗卡哭着说 阿米一字一句的告诉他们 忘掉那些事情吧 你们必须学着如何把已经发生过的事 以及你们拥有的家园和财产通通放到一边 想象你们的家刚刚受到暴风雨的袭击 整栋房子都因此毁坏 可是你们却幸运地得救了 而且毫发无伤 是啊 可是我们已经一无所有 哥罗 别这么说 你们拥有非常宝贵的东西 爱心 这才是宇宙中最珍贵的 哥罗想了想 然后搂着克罗卡和文卡说道 阿米你说的对 爱心十分宝贵 可是另外一方面 我们连自由自在地走在街上的权利都没有了 或许应该去别的国家要求政治庇护 哥罗 打消这个念头吧 如果你是人尽皆知的政治家 自然可以要求庇护 可是 你现在已经加入外星人拯救星球计划了 你也知道有很多人对这个计划有不当的偏执想法和野心 所以 不论你躲到什么地方都不见得安全 那可怎么办呢 克罗卡绝望地喊道 别担心 我送你们去克拉托的茅屋 就在乌特纳山区 到了那里就安全了 你们可以在那里休息一下 然后再决定怎么办 阿米开动了飞船 一转眼 我们已经移位到乌特纳 那里正是黎明时分 我们降落在克拉托的农场里 特拉斯克对我们很心热 对哥罗就冷漠许多 这片田园风光真是太美了 克罗卡发出赞叹 远方天空的颜色变化多端 随着太阳慢慢从山背后升起 紫色逐渐变成了橘红 哥罗开始对这个地方产生兴趣 他呼吸着山上的新鲜空气 一面环顾四周 一面注意倾听黎明时分 各种鸟类的齐声合唱 对他而言 不过几分钟之内 就从秘密警察的地狱来到了天堂 简直就像是梦一样 多美的果园啊 哥罗 你看那些木洛果 奶糖果 雀红果和梅蜜果 还有那些玻璃梅 那些多巴树 布罗树 火火树 克罗卡 这里还有齐齐果 瓜河果 和苏巴亚果 以前我只是在超级市场见过 我也是第一次来到果园 哦 这里有香草 龙骨草 灯卡草 和苏美拉草 哥罗 这里还有鲜花 看看这些北壁美花 还有这些高大又鲜艳的露林达花 我们向茅屋走进的同时 哥罗和克罗卡一路睁大眼睛 对眼前的景物充满好奇 哥罗一发现克拉托的酒窖 立刻喊道 我要喝酒 然后睡个好觉 克罗卡跟着喊道 我也要睡觉 那就进到屋子里来吧 大家都走进屋里 文卡打开窗户 哥罗 这地方太美妙了 就跟电视剧山中小屋的场景一样 克罗卡 我同意 不过睡醒以后再好好欣赏吧 我困极了 那边地上有个草垫子 你们可以睡个好觉 这个东西太有特色了 对了 这里有没有爬虫 克罗卡担心地问道 没有克罗卡 这么高的山上不会有爬虫 更不要说毒虫了 阿米安慰他 有没有蜘蛛 也没有 可是那房顶角落里有个蜘蛛网啊 啊 是的 那些蜘蛛不会伤害人 它们只捕捉从外面飞进来的蚊虫 这里没有会伤害你们的东西 哥罗慢慢地在草垫上躺下来 不过似乎不怎么舒服 因为他的身材太高大 阿米走到他身边说道 我要带文卡上飞船 明天就回来 彼得罗的奶奶邀请他去家里吃晚餐 就快准备好了 我们只需要几分钟就能到达那里 然后 我还要带他去看一些重要的地方 哥罗 你同意文卡去吗 你说过你会同意的 哎 好吧 只是他要乖一些 哥罗说着说着就睡着了 明天我们就回来 你们要是饿了 厨房里大概有克拉托做的辣子山鸡 哥罗听见这话 立刻清醒过来 有辣子山鸡 在哪里 文卡带克罗卡去厨房 克罗卡立刻动手热菜 看起来他很喜欢这个乡间小屋 太妙了 还有烧柴的炉灶呢 辣子山鸡 这是我最爱的美味 克拉托是怎么弄到鸡的 姨父 山里到处有鸡 你没看见他们 那是因为太阳一升高 他们就飞走了 克拉托有捕捉山鸡的陷阱 这里真是天堂啊 你们留下来一起吃晚饭吧 尝尝辣子山鸡 哥罗显得很兴奋 甚至努力做出和蔼可亲的样子来 这让我吃了一惊 不 谢谢 哥罗 我可不想看你们残忍的宰割野生小动物 然后把他们一小块 一小块地吃下去 谢谢 我受不了 你们为什么就不能吃些新鲜水果和绿色蔬菜呢 阿米这番话丝毫没有减少哥罗的热情 你与其喋喋不休 还不如尝一尝营养丰富的辣子野鸡 我可不想用这种东西污染肠胃呢 多谢您热情的邀请 但是我们得走了 我们告别了那对夫妻 哥罗尽情享受着田园风光和辣子山鸡 似乎已经忘记秘密警察局的恐怖回忆 此时此刻 他置身另外一个大地理 这是个安全的世界 风和日丽 景色宜人 还有肥美的野鸡 和大量的果子酒 我们三人向地球飞去 那边已经很晚了 我推算着地球上的时间 奶奶和克拉托大概就寝了 别担心彼得罗 我刚刚看过了 他们俩还在聊天呢 他们应该有很多话题 那咱们还能及时赶到 当然 你奶奶是有道理的 经常听听他老人家的忠告 对你没有坏处 我们告诉文卡 奶奶估计我们今天晚上 就会到达家里 老人家的判断是正确的 她的直觉很灵 阿米解释说 不是直觉 而是奶奶的信念坚定不移 彼得罗 我预感到奶奶会喜欢我的 当然啦 文卡 你也会喜欢她的 接着我问阿米 你离开电梯进入武装戒备区以后 都做了些什么 没有什么特别的 我在走廊里一面走一面发射光束 被金星击中的特理人都争先恐后为我效劳 他们替我带路 释放哥罗夫妇和文卡 甚至连折磨哥罗的打手都对我表示友好和亲热 但是 监控器里的警察却拉响了警报器 因为那时通客刚好就站在他们的面前 才会发现监视屏幕上出现了另一个通客 于是我就要那许多助手封锁通道和电梯 他们一一照办了 接着我们就来到你发射的光柱旁边 然后登上飞船 就这么简单 对他而言是如此 但是其中的道理可没这么简单 文卡提醒我们这一番辛劳的主要目的 但愿哥罗姨父同意我到地球上生活 我想这几天发生的一切 有可能软化他的铁石心肠 文卡 结果不会令人失望的 但是你们也别过于兴奋 起初我跟你们想的一样 但是我现在却怀疑 哥罗是被安排来阻挠别人幸福的 而他自己倒也蛮喜欢给大家泼冷水 可怜的姨父从小受的教育 太严厉刻板了 几乎没有快乐的回忆 文卡解释说 最近他经历的这些苦难 应该可以改变他 我说 阿米语重心长地说道 我们可以从苦难中学习 但是代价太高 留下很深的伤痕 有时 人们对苦难形以为常 甚至失去选择其他生活的能力 如果不让他吃苦 他还活不下去 还有另外一些人 他们认为上帝喜欢看着自己的子民受苦受难 便想尽办法自我折磨 所以说 宇宙间最优秀的导师不是苦难 而是爱心 真正的爱心是聪明和善良的最佳平衡状态 遗憾的是 目前哥罗还没有达到必须的水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